嗨,我是Alice,今天分享给你们酸菜米线的做法 首先,让你们看一下我今天用的酸菜和米线 接下来把葱切好备用 酸菜切好备用,随意切就好 起锅烧油,油热以后放入葱花13香炒出香味 放一勺豆瓣酱炒出红油 放入酸菜翻炒一会儿 放入少许的酱油,蚝油 翻炒均匀 压入适量的水盖上盖子煮开 煮开以后把米线放进去搅拌均匀 接下来可以放米线自带的调料包 搅拌均匀,煮几分钟就可以装盘开吃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美食分享就点赞关注吧 谢谢大家